- 老友情,大义戒- 祝你上来,鬼声鬼怯 逢星期二晚上10点半 MIHK TV 经历频道 鬼叫你有意气 好 来到星期二晚上的鬼叫你有意气 今集就到多基的Andy老板上来挨挨意气 讲鬼故 其实今集也不是很算讲鬼故 不算了 其实你找到我上来 你也知道我不懂得讲鬼故 我又不是讲鬼故的人 但今集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日本的恐怖电影 其实我很想讲电影很久了 但始终我找不适合题材 我不知道哪个节目插进去来说 其实这个也挺适合的 对吧 畢竟是日本的经典 对啊 日本的经典 而且这部电影的execution 和它那种很突出的 之前是完全没有这种破格的恐怖片 而且也是很独特地把日本那种灵异 和恐怖片的那种经历 是很大现出来的 因为日本那种鬼怪文化 跟我们现在的华人接受是不同的 对啊 譬如你去韩国有一种style 泰国有一种style 对啊 对啊 香港就像我写的港幅剧那些 搞笑笑 对啊 又有点害怕 就是有点害怕 就是有点多些 但日本那些是真的不寒而律的 我自己觉得是 而它和泰国那种鬼比又有很大的不同 你觉得它两个分别在哪里呢 其实日本那种呢 我是看回呢 觉得日本那种鬼怪故事呢 很多时候都是一些很久之前的传说 每一个传说背后呢 其实都是一种教训 嗯 就是不会说好像说 不会好像说怀人那些 因为那女孩子穿红衣 跳楼死了 很猛 不是这样的 他们那些通常是说 因为那女孩子生前做过那些什么事 或者那些什么事 之后给什么神去诅咒她 令她变成这样的东西 是每一个呢 都是一个人生道理在里面 嗯 明白 在泰国有些也是一些 譬如是鬼妻那样 是的 也是拍到很妻美 但是也有很多的泰国的传统文化 突出了 而在日本里面呢 有一个叫做 村中信夫 中村信夫 中村信夫 因为他是日本的 殿堂级的经典的 拍恐怖片的人呢 那么他在这个时候 开创了一种 日本的style的鬼鬼故事 嗯 你会发觉整件事是很 静的 是的 是很静的 就是那些鬼也不会突然之间 好像喪屍 没什么大堆头 没什么大堆头 没那些东西 但是你好像呢 在一个死直的气氛里面 被你的幽灵前变着 是的 我留意到呢 他这部电影呢 完全是没有背景音乐的 没有那些ambient music 是的 其实我们现代人呢 比现在的电影更坏了 很多时候呢 我们是要靠背景音乐 跟他的生意去吓你 是的 去吓你 但是这部电影你看的时候呢 你会发觉 咦 是不是自己的电视有问题 为什么没有声音乐 静起来 静到很害怕 静到没有声音乐 那种恐怖呢 我觉得这部电影是很突出的 没错 这部电影当然是叫做 《四谷怪谈》 我们稍后会和大家分享这部电影 说给大家听 当中这部电影恐怖的地方在哪里 故事流传出来在哪里 还有这部电影呢 其实背后呢 也有一些恐怖的传说 是的 我现在会和大家分享 在温暖之前呢 Andy上来就是说一些 他认知的日本的鬼怪 或者日本的恐怖鬼魂是怎么样 哦 其实是这样的 日本呢 有个叫做 《百鬼夜行》的故事 其实《百鬼夜行》里面是说 好像是十四个小说里面 有一百只鬼 嗯 那他们呢 正如刚才所说 每一只鬼 每一只妖怪 背后都是一个故事 那很多时候就是说 因为某些人 做了一些错误的事情 而受到天神的诅咒 令到他们变成这个妖怪 或者是那只鬼 说几个例子 那有一个呢 就叫做 《二口女》 《二口女》 很重要 我发觉这个是同位公司的一个同事 很近似 是 非常 这个样子 如果你回想一下 听他的描述 应该都像 是 长头发 漂亮的 很斯文 很斯文 但是呢 不肥的 很瘦削的 非常漂亮的 但是他就是 这个女生 就传说 因为他做了一些错误 一些不守辅导的错误 受到犬神的诅咒 犬神是日本一个 半妖半神的一个 entity 原来日本本身也有一些降头术 他们那些叫做 那里的那些降头师 就会是拜犬神 来得到一个魔法 所以呢 那说回这个故事 这个《二口女》 他就是 受到犬神的诅咒 那 有一个故事 就是说 他呢 当年有一个日本的武士 就说 一个男人 他就说要娶一个 因为家里很穷 是 没什么饭 心无强蜜 是的 心无强蜜 那怎么办呢 如果有一个女人 是不吃饭的 那我就立刻娶她回来 不管她漂亮还是不漂亮 我都娶她回来 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些事情 对了 那怎么这么巧呢 他真的遇到一个女仔 遇到一个很漂亮的女仔 还有那个女仔是说 没有我从小到大都不吃饭的 我只需要妈妈煮完饭 我闻一闻 我就饱了 我真的很少吃东西 就是完全不吃的 那这个男人说 哇 这么嫂 又正 又不吃饭 哇 这个是异样的 那就把她召回家了 那开始 家里发生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发现 为什么那些米也不见了 那些鱼也不见了 虽然她没有而已 是 但是也会迫迫她 有少少粮食在家里 那发现 咦 一个月的粮食 突然之间一袋 那当然没有了 那她开始觉得奇怪 怀疑自己 身材回来的美女老婆 但是 那她有一晚 就留夜在那裏布局 那裏布局 原来她在那裏 在那裏 偷偷地在那裏 看她老婆 发现她老婆真是半夜三间 喜欢煮饭 是 竟然一煮 就煮了三公升的白米 五条鱼 是 是 一晚就煮了五条鱼 她老公正想出来捉她 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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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看她的时候 哇 恐怖了 原来 这个美女 她就 她把她的食物 摆在面前 但是她就把她自己 那些很飘逸的长发 突然之间 这样向后一撥 她老公看到 当场吓了一跳 原来她的头后面 有一个血盆大口 在后尾浸那裏 是的 原来那些食物 就一直塞在后面的血盆大口 就不是前面的樱桃小槌吃的 是的 不是收下口 是的 不是收下口 是厚口 那厚口 又有些尼齿 是很恐怖的 那她老公嚇到她 当场 哇 已經是呆了 發現原来 取了妖怪的屋 那最后 结果是如何 那当然 休了她 吃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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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弱口 如果是一个现代版 如果我改篇 会做一个幻海再其成的剧本 有一天 基地的大革面 是不见了 不见了 那我们的镜头 也拍不到什么 所以我们切焗 入一些新口味 是的 咦 baby 回头 现在五六点钟 会突然出现 是的 那我们就决定要早走 特意留下她 然后她就在我们厨房 慢慢逐个面 逐个面 然后她蹲下 然后打开她 后面的头发 然后逐个大革面 整碗面 倒在后面的头上 哇 就是挺恐怖的 baby 我觉得都是一种妖怪的 我觉得我还没见过一个女孩 可以这么大吃 已经吃光所有的食物 所以她的身形是不变化 那是恐怖的 是的 这些真是妖怪 是的 是的 那还有没有什么 日本的恐怖的东西 跟她说 再有一个恐怖的东西 就没有了 不过这个又是跟我们基尼有怪 是的 那话说 日本有个传说 有一只 有只猫 叫猫柚 柚柚是怎么写的 又是做 又一次猫柚 又一次猫柚 是的 其实日本人的传说 就是猫如果是过了九岁 踏入十岁的时候 它的尾部会多开一条出来 猫是大概多少岁的寿命 11、12岁 有些15岁 是的 甚至乎有些17、18岁 是的 但是日本人那边就是说 每个十岁就会生一条 那这只猫柚 就是属于妖怪 那猫柚 当你到九岁、十岁 再生一条尾部的时候 它就开始有人性 有妖性 而这个时候它会怎么样 它就会 如果你家里的主人是男主人的话 那它就会 睡在男主人身边 然后呢 在梦中化成一个美女 是的 每晚呢 都跟男主人呢 就有疑梦 是的 在疑梦里面搞事 是的 不停地吸收男人的精华 是的 吸收到男人每天 一天早上起床又不精神 每天都合眼睡 整身都没力 就开始日漸消瘦了 那终于一天 当他被人吸筋吸尽的时候 那猫就成精了 这个好像我们公司里面 就是狡猫俊的主人 是的 狡猫俊我也很担心他 是的 台长好像都有一些年纪 但是他们两个越吸越肥 台长现在 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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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年左右 三四年后 你见到阿俊 变到2015年的样子 就很糟了 就很糟了 猫又在台长 出现了 但是其实日本那些鬼怪 我觉得是怎么说 跟我们在中国民间的传统鬼怪 是很不同的 他每个都有一些很独特的角色 譬如有把姐的脚 是吧 天狗 有些叫剪手奴 或者颈子很长 是的 其实有一件事很有趣 是日本的幽灵是无脚的 全部都是飘的 是的 但是我们在小时候 其实我们也接触日本鬼怪的东西 其实我首先接触他们 是叮当里面 接触回来的 是 叮当里面 久不久也会有一些恐怖的故事 会代入了他的剧情里面 叮当反而少一些 如果你说鬼太郎 或者有另外一个叫Q太郎 大家都记得 Q太郎是鬼来的 也是鬼来的 那个润场主是鬼来的 但是就 是的 如果是那些 会接触一些Comical 搞笑一些的 我记得叮当有一个故事 就是说回日本有一个民间传说 就是有一个下女 是 那下女 就是因为 可能是偷了男主人的东西 被人冤枉 冤枉了她 偷了器皿 其实应该好像是女主人 嫌那些 天生丽质 就是 老屈她 就说她屈了男主人的器皿 然后就弄死了她 嗯 我忘了是否推她到海 还是推她到井 那 之后呢 在井的旁边 晚上呢 就听到这个女鬼 就走出来数 一只碟 嗯 两只碟 三只碟 如是她数到第九只碟 就不会再数了 然后她就 嘀嘀嘀嘀嘀 就哭了 这个就是日本其中一个很流行的故事 嗯 那我们讲回这个四谷怪谈 嗯 四谷怪谈ね 就在 出著呢 已经是17,27年呢 是记载一个社会事件 嗯 那当中里面呢 其实有一和把 一个好像是一个武士 因为一个武士呢 你知道当时武士 一定有主公投靠嘛 有分級數 是啊 高級武士 低級武士 如果沒有主公的依傍 他沒有主家 因為他變成狼人 狼人很嚴重 沒有狼人出 走來走去 好像流羅一樣 大家如果有看過一部電影 叫《黃昏清兵衛》 其實做武士也很嚴重 因為你微薄的身水 是養 養家裡 其實一分鐘都不夠養 劇中的武士 好像是他跟一個女人結婚 但奈何他的身份是階級卑微 身份階級卑微 他每一天都賺不夠用 他老婆甚至有出去 粗皮肉辛辣 背著他來拿錢養家 要賣淫養家 後來武士就投靠了一個主公 因為主公賞色比較能幹 各方面的東西 也覺得他這個品格好像都可以 就想把他的女兒許配給他 但奈何他家裡有發妻 而他媽媽就慫恿他 邀了這個老婆去吧 不乾淨 有什麼有失 坊間裡面留了什麼謠傳 不如不要要這個老婆 後來他就撤局殺了老婆 而希望可以娶了主公的女兒 到最後當然是東窗事發 這件事件後來就變成了一個鬼故 因為當中加入了很多靈異的東西 後來有一個很有名的 有一個叫做學屋藍筆的人 寫一些歌舞忌丁裡面寫一個劇目出來的 但這個劇目在1820多年的時候是推出的 但是奇怪的地方 任何人演的劇目是相繼都會死亡的 是嗎 相繼都會死亡的 到後來到電影畫的時代 還有一個大師就是剛才我所說的 叫做《中村信夫》 就把這個《四谷怪談》呈現出來 而後來在日本裡面 這個《四谷怪談》的電影 其實有30多個版本這麼多 很流傳 很廣泛 而我小弟小時候 聽父親輩 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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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在50年代至60年代初的時候 《四谷怪談》這部電影 其實是令到香港的影壇很震驚的 因為是很恐怖的 不如先不要說那麼多話 我首先給大家看一段影片 有多恐怖 電影裡面 當然剛才我們說的社會問題 就是誇張了一點 加入了很多恐怖的東西 為什麼這部電影是這麼恐怖呢 除了在它的燈光裡面 它打的燈光是比較詭異之外 音樂的音樂 也就像Andy這樣說 它營造的氣氛 它不需要有些恐怖音樂在背後 去跳舞 但是它就慢慢慢慢推進 你知道日本片是很慢的 很慢的節奏 但是你就可以一步一步一步 感覺到那種恐怖的氣氛在哪裡 而當那個死者之後變成泥鬼之後 那種恐怖的凝聚更加越來越多 現在我給大家看這部影片 就是講武士是找人想殺她的老婆 那就下毒 最經典最經典的 現在很多恐怖片都會脫頭髮 梳頭的時候脫頭髮 或者大撿大撿的脫頭髮都很恐怖 就是我們很多電影橋段 好像梅琪眼病一樣 是的 我們很多電影橋段都見過這件事 原來它的出處就是四谷塊頭 去一去第Task 3 Video 1給大家看看 嗎?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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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啊 啊 是 是 不是 是 是 不,不...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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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啊 小岩様 水を 啊 どうかしましたか イエッ 啊 啊 我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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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竹逸 你 干杯 俺じゃねえ 俺じゃねえ 我都在家門上 伊東男娘と一緒になりたいばかり 仕組んだんだ 王岩様と馬虎を知ろう 礼は望み通り下さると 依本殿下 卓越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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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就是 其中裏面剛才說的太太 被她的武士下毒 那她剛才好像總理那個人是誰 她是一個按摩師 因為她老婆本身是有病 她經常都要靠按摩 她老公就跟那個按摩師說 不如你跟我老婆 你一腿我把老婆給你 那其實那個按摩師是暗戀她的老婆 剛才那個就是 剛剛就是探望她 幫她按摩之後發現她中了毒 其實大家都看到 剛才她那一幕 中了毒之後 分別爛了 還有梳頭髮的時候 那些一粒一粒 一整粒連太皮抹出來 那些 那些就是 很多現在我們的恐怖片裏面的原出 原出之處 原出之處 那些是59年 59年 那一套更早些 但那一套就是黑白 很老實說 恐怖片 認真說 如果不是彩色 黑白就挺狠狡的 你很難拍到 是真的驚嚇的黑白 是 不過有時候 試一下也好 試一下拍黑白也好 黑白呢 如果你做黑白片 你那個燈光 要比彩色片更加厲害 更加厲害 對 那些臉可能是全黑半白 打得很厲害 而且就算是化妝的時候 就是你幫演員化妝的時候 有些地方是要特別化得厲害 沒錯 非常對 我剛才說了一個點 就是這個 在1825年寫了一個劇目之後 在歌舞伎丁上演之後 不是有很多演員死了 所以呢 他們保持一個傳統 就是 如果 當這個電影版本 或者任何的 關於這個 《四谷怪談》 這個《阿岩女子》的故事 要拍或者做演出 他們全部全體人員的人 都要去深宿的《四谷》裡面 他去拍攝 是否要拜祭 是否要拜祭 好像一些人 我們現在可以開鏡禮 燒乳柱 那個是《四谷家》 癌他 是《四谷家》 那變成了這樣的事 剛才劇情發展下去 那個 好像總理的按摩師 其實都很嚴重 因為到最後 他被武士 切局利用他 跟老婆有兩腿 然後就打算 把他們當通姦 最慘的是按摩師 真的沒有碰過 是啊 沒有碰過 就被人殺了 真的很慘 另外 當他們去處理 這個他們的屍體的時候 也是一個很經典的 這個就是年輕的網友 可能大家都未接觸過 《四谷怪談》 就是這一幕是當年令到你的祖父輩 或者你的媽媽 年輕時代 嚇到腳震的地方 晚上不敢梳頭 不敢梳頭 也不敢走到河邊 我們播一播 Task 3 Video 2給大家看看 這麼多 滾來 那些人的罪是哪一样的事 我认识得你 但我何也认识得了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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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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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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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惡 女士一奴 重ねておいて二つに切り 晒し物にしたって世間は何とか言わねえんだ 旦那 早く死ねて修養には遅れますぜ 恐怖的地方就是在于他们杀了两个人 毁尸灭绩 而将日本的布屋 有很多木板 间开房间拆下来 然后将按摩丝放在一边 用木钉钉了进去 在他们钉十字眼钉 另一边就是用了太太的尸体 就放在后面钉在一起捆绑 拿去棉丝 丢到河里 对 丢到河里 在这里就是很 你想想这部电影 刚才我们说过 它真的没有用什么很惊吓的音乐 也不会使节奏肉 除了音乐和剪接方面很惊吓 但是它们就是很平淡 旁边有些保屋房边的树林里的蚺蚓 蚺蚓的鸣声 令你好像你置身其中 一起去看一件杀人浪案件的做法 这些做法 其实我觉得 是要令到你的观众 是要很投入去看整部电影 更加带动他人的情绪 那部电影里面 梳头那把梳 Anti 你说两句 关于梳是怎样 其实那把梳 一开始就已经是说 他老婆是很珍惜那把梳 因为那把梳是他妈妈 留给他的礼物 那他有一幕 就是他老公 因为他说 没有钱在家里 有什么可以当 他老公一手抢了那把梳 就当那把梳 他老婆甚至说 不行啊 这把梳千万不行 我都可以给你 不可以拿走那把梳 嗯 那这把梳就一直跟着他老婆在身上 直到他最后 噢 现在刚刚准备把这把梳放入河 那下一幕就是说 那个武士 那个流罗 身边那个流罗 他叫Natsuke 那他呢 就去钓鱼的时候 咦 竟然找到这把梳 这把这么漂亮的梳 那就拿回家 那拿回家 那拿回家的时候 就被他妹妹 发现这把梳是姐姐的 为什么会在这 那就将整件事 东窗事发就说了 是的 那我们休息一会 再回来和大家介绍 这个四谷怪谈的 经典的日本恐怖片